曾帮黑人陈建州和范范范韦琪照顾双胞胎儿子菲菲翔翔的保姆小亨宝 对于人生能碰到黑范夫妇心存感激 虽然目前已离开黑人家 但日前黑范一家去洛杉矶度假 仍不忘邀请小亨宝一起出国 而菲菲翔翔四岁生日时 小亨宝也送上亲手制作的手工火车蛋糕 可见黑范一家与小亨宝的好感情 近日小亨宝迎接30岁生日 他决定将菲菲翔翔翔赐在身上作为纪念 让黑人得知相当惊讶 小亨宝今五日在IG晒初次清晨果照 感性表示这是送给自己的30岁生日里 因为菲菲翔翔来到这世界上 我到了菲菲翔翔的家 我的人生因为你们而变得不一样 所以我把菲翔跟我的甘女儿彬彬放在我的身上 我保证这绝对是真爱 最后感谢赐青师帮他完成这件具有意义的人生大事 第二人生狂一波 菲菲 菲翔 庆瑜 小亨宝前女儿 River Ryan 照片中 他将菲菲翔翔的名字 菲菲 菲翔和前女儿庆瑜刺在手臂上 另一部分的刺青则是以菲翔兄弟俩的英文名字 River Ryan 曹写 前面还有一辆火车载着兄弟俩前进 象征未来自己会和菲菲翔翔一同成长 勇往直前 网友看到小亨宝为菲菲翔翔做出如此感人的举动 纷纷留言真的是完全投入的爱 好棒 感动 菲菲翔翔因为小亨宝阿姨乖乖的长大 变成开心的小朋友 黑人也现声留言 哇靠 似乎对小亨宝的举动感到惊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